我打算為香港建立一個鎮醫師藝的機構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低收入人士又或者長者 希望他們不會受到因為經濟上的問題 而無法醫治他們的疾病 我打算和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在網上架設音樂創作的交流平台 讓我們年輕人不一定只顧著聽 到一個創作的機會 同時都可以促進香港的藝術和音樂發展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記者 為香港批評的人發聲 令香港變成一個這麼美好的社會 我只打算是之後的日子 在Facebook、Twitter、微博這些網上的平台 包括頻道等自己的朋友都在一起 去參與一些社會服務 就一直探望人家幫他們換燈 我打算開發一個智能手機軟件程式 裡面有著香港政府不同的資訊和研討會的時間 地點和大概內容 讓市民可以隨時查詢和參與 我希望可以和一些機構 在深夜的時候去探訪夜清 聽聽他們榴槤街上的原因 並且將他們的故事拍成一些短片 讓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他們 關心他們 在往後的日子 我希望可以向校友建議多舉辦五間論壇 以提升同學對香港社會環境轉變的了解 以及對時事的觸覺 我打算做一個定期捐助者和器官捐贈者 幫助病人從我身身 並且成立一個醫療基金 資助經濟能力遍街的人購買藥物 開始一個有關政治的群組 加強年輕人對政治的關注 表達他們的意見 互相討論 交往自己對政治的看法 中文字幕已留在保證 內容 中文字幕跟認識 中文字幕劉 中文字幕畫面